其實我就把我剛剛分析好的東西 分別就放到這邊來 所以第一個,上面這四行都固定了 這上面這四行,你可以把它拿來當一個範本 以後用貼上就好了,差別是只有在哪裡 在後面這個UIL 這個網址你改一下 接下來就是觀察,找到你要爬的東西 按右鍵檢查一下,檢查之後 檢查的原理原則跟我一樣,範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Contents的Buds 0有四個 所以它在哪一個,第三個 所以我就把它用Find All之後的話 後面我就跟它講說 我是要找到四個裡面的第三個 這一招其實就還蠻管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教Beautiful Ship 大概就用兩個方法 一個Find,一個Find All 你說老師沒有別的方法用 可是其他方法差不多 我如果覺得差不多,那幹嘛我多學 所以有的時候,程式語言 常常會這樣 它會給你很多種方法 結果都是一模一樣的 真的喔 它會給你很多種方法 結果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以前 就會很乖乖的,每個每個都試 試完之後得到一個結論 為什麼他們結果都是一樣的 OK 然後後來發現說 到底我將來該用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才是問題 後來我發現說 那我乾脆就學其中一個就好了 OK 後來我發現 其中一個,每個每個試 也都可以啊 那我幹嘛要用其他幾個呢? 所以後來我發現 我就乾脆把其他幾個先忘記算了 否則的話會增加自己腦容量的空氣 就會佔用太多了 所以後來發現 慢慢我學程式的心得就是 大部分都是採取三趣法 越學越少 不需要的 暫時就先擺一邊 免得呢 干擾我已經會的東西 有沒有 像剛剛童魚有問到那個RE這個東西 到底需不需要? 如果以目前的程度來看 你們目前的程度 暫時可以先知道就好 OK,為什麼? 因為這東西實在是 蠻難理解的啦 真的 可是等到你哪一天 OK,你已經其他東西都學OK了 你再過來學 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深入的東西 但是以現階段來看 是真的還蠻難的 OK,這是我的心得啦 不代表說每一個人 然後我只是把我的心得告訴各位而已 OK 好,再來的話就把我們找到的第三個 裡面 所以等於是找到的第三個 再去找到它底下的這個Yellow 有沒有 Yellow的 就是黃球部分 然後總共裡面有12個 所以把它列出來 另外的話再去找特別號的 它的這個 紅色的球 所以把它列出來特別號 所以呢 執行出來的結果我們看一下 應該呢 就看到的結果就會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就是類似長這樣吧 然後這個考試的時候就是總共1234個 這後面就是每個號碼跟號碼中間呢 會有四個空白 把它列出來 那你說 你想說老師那你寫的跟那個 參考 答案呢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看一下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呢 我是用HTML Parser 它是用LXML 那這個的話要額外安裝 你必須要 到那個 我們的韓式庫裡面 去做安 如果沒有 那你我是建議的 那另外的話 我們 上課那個參考用書裡面給的範例 全部都用這一個 所以如果你沒有裝這一個 你run不出來 如果run不出來 我建議你如果不想裝的話 你乾脆直接把這個 改成叫HTML.parser 這樣子就不用安裝了 OK 我們那書裡面的範例都是用這一個 所以你run一定會run run失敗 它會跟你講說沒有裝這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會發現 它這邊 我剛剛是用FindAll裡面找到第三個 但是你會發現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slate slate 也可以把 後面的這個class 全部找到 但你會發現它如果找class是點 用點 有沒有 然後後面這個東西 找的話也會是四個 那四個裡面的 第三個結果一樣 結果一樣 當然 但問題 我想說 如果結果一樣 那幹嘛還要再多學一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我想問一下 我看了一下 因為你看我們如果用 Mutiful數來解析的時候 它出來就是數的這個物 發現點slate 跟點fineAll得到的結果會是一樣的 只是說習慣的寫法不同 所以有 很多種寫法 所以未來你們在看坊間的書籍的時候 或者是你Google的時候 也會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寫法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像我的習慣 我會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這樣就好了 不然的話 我覺得 因為像很多人習慣用Google 找到東西 但會發現 即便Google上面已經有答案了 但給你 你還是讓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不懂得 改成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所以你會以為說 還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出現 沒有啦 其實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改一下不就好了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你可以改成自己習慣 在這上面的變數有沒有 我們前面本 我們習慣是用SP 但他現在 改了那種Data Tag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沒關係 你自己寫的 你可以自己改成你自己 習慣的寫法 可以啊 看的至少是順眼的吧 不然的話 如果人家給你的 程式 你一看怎麼看就怎麼不順眼 對不對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自己看自己的小孩就覺得 好可愛 看別人的小孩現在怎麼長那麼醜 沒有 開玩笑 有時候啦 認知有時候 我是比喻 比喻而已 就跟自己寫的程式 怎麼看就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有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說 你有真的自己在寫程式 如果沒有 你可能就複製貼贊而已 OK 好 底下的話還有什麼呢 我們本來是抓DIV 後面的DIV 你會發現 如果你將來 要抓的是一個class 有沒有 當然我是省去 省略掉class 那如果你不省去 省略的話 你必須要給他一個字典 key value key的話一定是class 當然 我是拔的 因為我是 走那個比較經典路線 所以我這個可以把它砍掉 這好記嘛 tag class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 當然你要寫得完善一點的話 你寫這樣 沒有問題 沒有人說你錯 只是說你要斟酌一下 像我寫程式的時候想說 留是不是有必要嗎 如果有必要我就留 如果沒有必要呢 那留他何用呢 是不是就跟盲腸一樣 割了就算了 那再來的話 底下的部分應該都大致上差不多了 大概除了剛剛幾個地方不太一樣 那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是2012題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 再花一點時間熟練一下 所以以後你多 找幾個 網頁 你最常使用的網頁 然後呢把上面的東西全部抓下來 比如像之前那個金融 金融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 匯率部分 股市部分 等等的相關資料 那再來的話待會我們就來看那個 204 其實204跟205 其實差不多主要 是講什麼呢 主要是 底下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 主要 那個是抓 這個 這台彩的 20 204部分的話是大端月 不過你會發現他給我們的 這個 連結 他的副檔名不是點htm 他 副檔名的話是點 J Jackson 的格式 那這個格式的話他要 把它裡面 城市必須輸出什麼 台北市 關鍵地方 每一所大專院校的 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網站 還有更新 資料更新日期 12345 所以 他給我們什麼 Input Input 是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 Input 這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他的結構 是這個嗎 對這個 OK 給這麼多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需要得到的是什麼 再確認一下這個 Ctrl C 對這個沒錯 然後呢 我們要得到的 他給我們是這個 一般 其實Jackson另外一般 也叫API 什麼叫API 其實就是給程式用的 就Application Interface 就是 這個就是丟給程式用的 OK 所以以後你看到 Jackson其實也是API 的一種用法 然後呢 輸出要得到什麼 他希望什麼 新北市大專院校的名單 然後要把這些 全部都列出來 也就是說呢 看到的結果 跟他給我的 是一定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要怎麼樣 剛好把這裡面的 新北市 特別重要 新北市的大專院校 把它列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 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剛剛的203 才會了解 我 剛剛主要是比較 兩者之間的差異 主要當然就是一個 Beautiful Super後面的參數 第二個是 Beautiful Super裡面的方法 如果有Find All的話 我覺得 我之所以不特別講 點Slice 主要是覺得 做出來結果都一樣 那就沒有特別 需要 再 再多一個方法 當然 你們可以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一定只能夠用Slice 如果不用Slice 一定是做不出來的 如果是 那你一定要 只能夠用那個方法 我看起來好像 似乎 這種機會好像是 比較少 比較少 他為什麼要給兩個方法 這可能再去了解一下 OK 因為 可能我目前還沒有特別遇到說 Find All 做得出來 但是Slice 做不出來 Slice做得出來 Find All做不出來的 OK 這邊請各位 試試看 如果203 OK的話 再看一下204 好了 我們